这边有个观景台 过来看一下 哇 风景真的很不错 那边应该就是太白顶了 终于快到了 跑这个盘山路 跑了好久了 现在继续出发 上太白顶 这里是太白顶下面的一个停车场 这里距离太白顶还是有一段山路要爬的 如果不是大型的节假日 这里停车应该不是问题 这就是去太白顶的台阶 感觉有点陡 这边有两条路 都可以去太白顶 这边的话比较好走一点 这边的话比较陡峭 我走这边吧 这条路上山还是挺好走的 大家看一下 建议大家走这条路 这边的石头上 刻的有国旗和党旗 这边还有一段话 红25军的长征 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一页李先念 我身后就是太白顶 马上就要到了 加油 前面是一个亭子 亭子中间有一口井 叫做大淮井 也叫淮源井 这里是华园第一景 这里好凉快 前面就是云台蝉石 坐落在铜白山 祖峰太白顶上 这里被称为白云祖亭 也被誉为中原的布达拉宫 太白顶海拔1140米 是铜白山的最高峰 太白顶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白云山 这里云雾随风飘移 太美了 终于知道为啥叫做白云山了 那边有人啊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云台蝉石 这里始建于清朝乾隆49年 寺院坐北朝南 有深房46间 殿堂7座18间 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 寺院使用面积2000平方米 云台蝉石坐跨预额两省 前殿供道 后殿奉佛 佛道合一 非常的独特 大家知道为啥云台蝉石被誉为白云祖亭吗 因为国内70%的高僧是白云系的地址 或债传地址 所以这里也叫做白云祖亭 这是鱼吗 还是仙气啊 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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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白云禅石最后面的建筑 煮汤 真的很凉快啊 大家知道 无上清凉是啥意思吗 无上清凉是佛的境界 当一个人修心到最高境界 便会身心俱望 到清凉至尽 自由至尽 心无一物 了无尘埃 那世间的一切 不过是天空中飘过的浮云 转眼就会逝去 永远不变的 只有无边湛蓝的天空 明文立雅 爱恨情仇 我们所执着的种种 不过 犹如 净花雪月 不过是 空影空花而已 什么都是 看了就忘的风景 来了 就来了 去了 就去了 这就是 景区的最高处啊 这边的篮子不让过了 我就不过去了 白云蚕死 明夫其事 我现在和站在云里差不多 白云蚕死 这里好美啊 这里好美啊 大家看一下 白云蚕死并不是天气阴了 而是它是在云里面太阳晒不到 大家看一下 下边 那边是有太阳的大家看到了吗 我是从景区的东门进来的 现在我是从景区的西门出去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